今天给一个网友修了一个大的这个纯正宣布的逆变器啊 它这标注的是6000啊 这个应该功率呢也没有需多少啊 因为它这个逆变器呢确实是比较大啊 这个是它里面的主板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外表放上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然后这个逆变器呢 它的这个做工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版本真的这个螺丝都有非常多啊 这个固定这个主板的螺丝都有二三四颗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啊 这边呢是前级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电源板和这个所有的驱动板啊 这个是前级驱动 这个是后级驱动啊 虽然它这个芯片是打磨了 这个还是用的这个2110的这个半条驱动器 这边呢用的是3525 这个应该是一个运放 虽然打磨了啊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38系列的小开关链源 用来给这些驱动供电的 然后我们再看反面啊 然后还前面啊 你看它这个做工为什么说好呢 它每一组管子都用了一个图腾驱动啊 都是一对三级管 这一组管子这两个 这一组管子对应这两个三级管 看到没有所以说它做工就很好 像这种的话 就驱动的话一般是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们看它反面 反面这边就是二级管啊 这一公司12个二级管 就是这个伸压起来是整流的啊 整流之后呢 这有大电容啊 中间这个大电容 滤波 那么之所以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H桥有点特殊啊 正常呢我们的H桥呢 要么是四个管子 要么是八个管子 它是四的倍数啊 它这个呢很有意思啊 它是用了六个管子 我仔细看了一下呢 它这六个管子呢 这个 这个两个 这个是上桥 这两个是上桥 这两个是一组桥壁的下桥 这一个是下桥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 单极性条子的这种阵弦波啊 一边起啊 它这个高频壁啊 它一般是一个低频壁一个高频壁 高频壁容易发热啊 功率功耗比较大 所以它把这个高频壁啊 用两个这个管子并粘啊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低频壁呢 就只用了一个上桥和一个下桥啊 所以它这个设计呢 也是说比较好 也可以说是偷工减料啊 如果好一点的话 你把这上面也并两个管子不行吗 用八个管子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中 有些电路的话 也是很奇葩啊 也是键一次就长一次这个键死 第一次看见这种六个管子的啊 一般六个管子就是我们变频器上面的啊 那是三箱立变桥 所以这种单箱的立变桥 220的立变桥的话 它很少第一次看见六个管子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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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